吉安湘湘湘湘湘羽球竞赛星期六是在宜昌国中举行 从初学羽球的新手到职业级的甲主选手 总共有34对200多人报名参赛 湘湘湘湘湘湘特别道场为选手们就要打气 也鼓励乡亲要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共同促进身心健康 鼓励培养运动风气促进身心健康 吉安湘湘湘湘湘羽球赛这个星期六在宜昌国中登场 从初学羽球的新手组到职业级的甲主选手 大家在球场上展现球技挥洒汗水非常激烈 今天市场游淑珍特别到场 为选手们就要打气 大大小小从右到老 一直在球场上面 发挥着团队合作的精神 也激发出平常在运动能量 近比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看到了成绩的卓越 也看到了协力的和谐 更看到了平常运动场上 赛事氛围 努力认真向上的 这样的运动家精神 未来捷衍相公所 持续推展运动赛事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平比之外 也希望在生活中 能够开启运动的能量 让我们自我挑战自己的体能 未来可以突破 不论在任何的体式 运动赛事 甚至于日常生活 都能够带来强健的体货 快乐的学习 这次比赛分为夹衣组 丙组和乐活组 总共有34支队伍 200多人报名参赛 一整天的赛程紧张激烈 每位选手都展现了最佳球技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奖给优胜队伍 肯定大家精彩的表现 吉安湘 香港飞 宇宙战 战略 这里会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